把疫情初步的做了好的控制 使得它不会大幅的向外扩轻 这点我们感到非常的敬佩 这不是对中国大陆 而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各位观众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首先带您关注沦陷区的消息 赤匪为了加强在我国大陆沦陷中灾区的控制 对灾包进行的洗脑行动可说是变本加厉 近日沦陷区的一所幼儿园 甚至就由园长带头举行了一场阅兵仪式 打算将这些小小灾包训练成一批小小兵 小小年纪就被洗脑不敢想象这些孩子的未来 会有多惨 所幸沦陷区还是有很多优良家长 努力当孩子的好榜样 日前一名卖玩具的摊贩遭到飞机取缔 玩具掉到地上 旁边的一位富人马上出手 塞给自己的小孩 这可不是趁火打劫 而是向孩子示范垃圾不落地的重要 这恐怕也是因为从本月的27号开始 前总统马英九造访沦陷区记组 所以灾包努力了保持街道的整洁 表达热情 本月2月9号 马英九先生从中华民国首都南京 搭乘高铁前往武昌起义的18地武汉 而马英九这个即将来访的消息 也让武汉当地的灾包粉丝异常兴奋 马先生我们想见你 来武汉参观 武汉中国中国最大的城市 你是在新闻上看到他过来吗 很欢迎他 对啊 从中午就赶过来 我也是来希望能够见到马先生一面 因为马先生这次来很不容易 今天和和都都学习家 都也难到一个星期左右 哇 那你有本来想刷新手交给他吗 有啊 但是可遇不可求吗 可惜这些粉丝最后 还是没有成功见到马先生 只能看着马先生的车队扬场而去 因为马先生感觉去见一个更重要的人 首先我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对马英九先生亲切的问候 我们两岸都是中国人 是一家人 家里的事好三年 习近平总书记说 两岸同胞一家亲 我们是一家人 谁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没想到这个历史性的会面却被刁民说成是 马英九先生正经为座 听习近平训话就像是个乖孙子一样 这有什么不对呢 既然这趟旅程是祭祖之旅 马先生和他的老祖宗见上一面 当然要表现得像是乖孙子 除了和老祖宗当面交流 马英九先生也顺道参访了记录疫情初期 武汉对抗肺炎疫情过程的抗疫展览 并且对武汉市的防疫成果暂欲有加 把疫情初步的做了好的控制 使得他不会大幅的向外扩散 这点我们感到非常的敬佩 这不是对中国大陆 而是对整个人类的贡献 贡献 这应该是说马前总统的意思 是指说武汉肺炎造成全世界将近700万人死亡 经济活动停摆两年 对于降低整个地球的人口压力很有贡献 真不愧是马前总统在正式场合讲 这种地狱梗依然面不改色 接下来让我们先稍微休息一下 广告回来之后要继续带您来看的是 本台即将停更的重大消息 40秒之后马上回来 下班了想放松一下 但是国外网站却都连不上 Surfshop VPN 让你上一秒还在摄影棚 下一秒就能在伦敦喝杯Scotch 你可以是个总品位的绅士特务 也可以迫降到韩剧的世界里头 小金娜 你听我解释呢 干净啊 为何能够压你这个渣囊 太洒狗血了 看不下去吗 没问题 那就到浪漫之都巴黎欣赏艾米丽看过了夜景 想去哪里 就去哪里 Surfshop VPN 让你跨越所有限制 欢迎继续回到新闻现场 日前闹得沸沸洋洋的沸沸逃脱事件 随着沸沸遭到射杀 本来应该告一段落 不过从事件初期就多次否认 沸沸来自自己园区的六福村 却突然改口表示 沸沸应该来自六福村动物园 3月18日接获民众协助捕捉沸沸的需求 也同步确认园区内沸沸区防护措施并无异常 因此认为无动物脱逃的疑虑 受医在协助救治的过程中 发现结渣的伤口特征与园区的沸沸 特征吻合 顾立即回报园区的主管 启动调查机制 期间因为受医协助警方的侦办 无法及时联系 那昨晚我们厘清后判断脱逃了沸沸 因为本园区所有 既然沸沸不是从六福村逃出去的 却又来自六福村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就是沸沸是被六福村主动放生的 俗话说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 所以喜欢放生动物的六福村 其实是六级浮屠村的缩写 难怪当全国的人民都在纳闷 沸沸从哪里来的时候 六福村的粉丝专业当时还能够谈笑风声 发文开沸沸的玩笑 当时发文内容写着 今天的我被沸沸扬扬的流言废语 闹得啼笑皆废 令人费解的是 还要跟主管掏心掏肺的 解释网络上废仪所赐的一切 实在是劳神废心的一天 而就在这篇贴文的下方 剑湖山世界留言表示 不是你们家的跑来 我就放心了 原来就是剑湖山在搞鬼 这种事情本来大家私底下知道就好 但是偏偏要留下一句 此地无银三百两的可疑留言 来陷害统业 六福村绝对不是不敢承认 有动物逃出园区 而是为善不遇人知 毕竟在废废事件的初期 曾经有里长公开表扬 六福村放声废废的事情 却被六福村要求撤下帖文 做了好事居然要被罚钱这样公平吗 难怪六福村会如此低调行善 事实上佛心的六福村也并不是第一次 让野生动物回归自由 民国73年 六福村引进六只外来种 埃及圣玄当观赏鸟 这些鸟却在台风侵袭之后 全部逃逸 大量繁衍 估计全台最多的时候 有将近一万只 将近一万只是相当可怕的一个数字 那么让来自埃及的圣鸟 在台湾落地生耕 虽然可能威胁到台湾本土的生态 不过却能够让台湾自由地区 更有异国风情 六福村实在是功德无量 可惜大多数的凡夫俗子 不能了解六福村的用心 像是民进党立委高嘉瑜 从去年开始 不断攻击六福村 把圆区内的长颈鹿给养死了 在六福村10年死了8只长颈鹿 平均寿命竟然不到10岁 远低于一般长颈鹿的25岁 这样的一个年龄 所以可想而知 六福村不再是动物乐园 而是动物很长 高委员的发言完全曝露他的无知 六福村艰困的生存环境 让受苦的动物往生之后 可以得到成佛 这些长颈鹿是提前等级满等 才会有福气 可说是年轻就成仙 远离这个痛苦的人世间 绝对不是所谓的 被六福村给养死 接下来带您关注本台消息 眼球中央电视台 自2015年8月5号开设至今 YouTube频道已经累积超过120万订阅 总播放数超过2亿7千万次 始终稳定的流量 要特别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一路以来的支持 而在经过缜密的思考之后 本台在此正式宣布 将于2023年5月31号开始停止更新 公司高层透露 原因是他们累了 公司高层不就是你吗 对此公司底层只能配合这项决定 并将在5月7号举办最后一次的实体活动 当天会有最后一场的 频道会员专属的观众之夜 我们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 一同参与眼球回娘家的活动 来现场陪我们一起用告别和祝福 画下眼球中央电视台的据点 当天也会有官媒道具库的清仓大拍卖 有机会把各种出现在本台节目里的小物 或是视网膜带过的骆驼头套 详细活动办法将在4月中陆续公布 公司高层表示 万分感谢各位观众朋友 在本台各大社群的用力支持 一起用力写下了许多璀璨的历史 包括过去曾经举办过的春节联欢晚会 双十国庆晚会 以及重大选举罢免案的开票直播 让眼球中央电视台在新媒体的世界当中 发光发热影响社会 仍我也替公司底层发声 本台底层做工的人用心制播的节目 获得不少肯定 包括本台的深度专题报道节目 星期一现场多次受到观众朋友的鼓舞 在留言区赞助鼓励 强烈表达支持 星期一现场也成为本台讽刺内容以外的 招牌精神节目 其中乌克兰系列报道更入围 2022年卓越新闻奖的国际新闻奖项 证明新媒体也能制播优质的世界新闻报道 公司高层指出在今年5月31号以前 央视一分钟新闻联播以及星期一现场等 网白节目都将维持正常更新 包括我接下来一直不断去小日本的时间当中 也会正常更新进行准时锁定 公司底层也在最后一刻接获消息 5月31号之后除了研究这样电视台的YouTube频道 以及脸书粉砖停更之外 其余的社群平台不受影响 包括我这种牢方蓝领阶级眼肉牙粉砖眼肉牙的IG 还有旁边这位天选之人 资方代表的粉砖IG都将维持原貌 公司高层未来不会消失在荧光幕里 将会持续在其他地方用不同的形式与大家见面 接下来两个月会陆续公布高层的详细的消息 至于公司底层沸沸的我 就看命运要将我推向什么地方 像是六福村展示的沸沸 养了多年之后莫名其妙被放出来 无家可归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更多新闻您还可以订阅央视YouTube频道 或者当然也欢迎您继续追踪央视的IG账号 或是加入YouTube会允许壮大官媒 没有订阅本频道 可要特别的小心啊 你可能就会在今天晚上的时候 被接下来大家所看到这位 台北舞王给造访 让你身体的火大到睡不着 我们再会 我们再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